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见及正确的知见 符合无常 无我 无生 及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的法则及正见 否则就是邪见 此三者层次不同 你一定要先观察无常 才有能力证悟到无我 你满脑子都是我 任何的词汇都有我 你一讲话 不是我很快乐 就是我很痛苦 只要有我 那都是假的 外行人只看到快乐 痛苦 这些名词 内行人却看到的是那个我在作怪 我们迷就是被我卡住 不能看到真相 所以解脱不了 你以为无常很简单 这是陷阱 无常可以破执着 若对你起不到作用 就代表你对无常的了解很肤浅 你懂的只是术语 比如 放下布袋 何等自在 你有真正思维放下之意吗 知足就好 你有真正思维过这个问题吗 不要跟别人计较就好了 可是你还会跟自己计较 真懂法的人 就不会跟人计较 因为他知道福报不是计较得来的 而是修来的 如果福报是你的 你想赶他走 他也会出现 如果不是你的 他出现了仍会消失 佛于阿含经谈无常 观无常即是正观 观下去 你的心就解脱了 假如不观无常 你就很难懂无我 就领悟不到无生 无生即不生不灭 你要去领悟 第一个无常是有生有灭 为什么最后一个无生是不生不灭 八正道的第二个是正思维 你的正见几乎是听闻而来的 包括听课和看佛经 你跟生活不能相应 你当思维问题之所在 正见即正文 正思维即思 八正道后面六个即修 正思维 玄奘大师将之意为正治 这跟正思维略略为不同 有正见者 观念虽然正确 却不见得愿意付出行动 除非心中有一股力量 就像玄奘大师 立志到印度留学 去考察经典的真和伪 并带回更多佛经 来利益大众 这就是他的正见 但是支持他冒着生命危险 去印度的 是他坚定的意志力 极为正治 你有意志力及力量 支持你走下去吗 你不要以为有师父在就好了 只跟一个老师学习是不对的 因为你的老师也抵不过无常 当有朝一日 他死了或退道了 你岂不是会崩盘 你不知道你有盲点 也没有一股力量推动你 让你发愿这一辈子 一定要修行 六祖曾经不求余物 唯求做佛 而你却只求死的时候 不要痛苦就好 这样很没有志气 还有人说 这一辈子活多少算多少 这种话也是真理 因为它符合英国 但它不是积极的 你如果没有想清楚 就不可能去完成一件事情 你并没有立志 或希望这一辈子做什么事 你大不了 只是把西方极乐世界 挂在嘴上而已 玄奘法师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把佛经翻译回来 而你却胡乱用名词 说你的目标是随缘 真正随缘的人 就应该随立志的姻缘去做 正见和正思维 属于戒定会中的会 学佛不要先学戒 定或先谈修行 坐禅若知见不够 修到最后会封掉 扬州的高文寺很有名 外面外有铁笼子 关的就是封掉的人 你当树立正见在修行 鼠息 观呼吸 持咒 或诵经 都属于方法 我不教你方法 我只教你探讨你的心 为什么会乱 如果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重蹈覆辙 你当赶快远离 会让你引起烦恼的原因 问候思维 你听闻佛法之后 有时常思维法意吗 心平和老耻戒 行职和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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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